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東周網的各位觀眾們 大家好 我是七師傅 新的一年大家相信都想知道自己的問題是如何 今天我就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年五王栽薩尾就是西北 五王栽薩尾如果在大門就很麻煩 因為你每天都經過大門就很容易病 如果在大門你一定要在地上放一條間斜 那個間斜不是普通的間斜 是要銅的間斜 那些店舖都買到的 但是沒有開光沒什麼用的 最好找師傅開光一下 放一條間斜 然後大門一進來 你還要擦一個弧弩 掛一個弧弩也要開光的弧弩 幫你發病氣 萬一你那個是你家的財位的話 那就很麻煩了 因為如果栽薩五王栽薩尾在你的財位 你今年你就會破財 所以你都要看回 在家自己度下家的方位 如果你不懂就找師傅幫你度下 今年的五王栽薩尾 因為五王就是屬土 土就是用金來射回土的力量 當土的力量被轉化了 變成金的時候 他的力量就減弱 自然化解了這個問題 所以你要買一些銅的東西 銅片、銅尺、鐵等等 就放在五王栽薩尾 西北那個位 今年家裡的爸爸 可能身體要留意 還有老公也要留意 因為如果你家裡 是你爸爸和媽媽一起住 那爸爸今年就容易病 如果你是和老公一起住 那老公就容易病 因為西北代表乾 乾代表男主人 要儘量做些化解 還有另一個位置 都要小心的 就是一個病位 今年就是冬面 冬面大家都要在那個位置 放些銅 或者是一些鐵等等 金屬的東西 令到它減輕病系 什麼都可以放在葫蘆 這個方位 今年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大宅是容易病的 所以家裡可能要幫他做一些祈福 或者要他去睡覺 可能要掉一丟床位 大宅容易病的 現在很多人都是辭婚 不但可能很大年紀才結婚 所以面對很難有BB這個問題 大家不用太擔心 大家不用太擔心 那大家不用太擔心 要幾個方法去處理 第一 就是要在今年生嬰兒最好的位置 就是北面 那裡最好 在那裡位置睡覺 還有在北面那裡 要放一些喜慶的東西 例如 九個利士風 然後你弄一個好像線形 那樣的 貼鞋 每一張利士風入十元 紫色的十元 那張紫 最後擺一個炎燈 或者其他有照射的燈 長期照著 二十四小時都照著 你要在北面睡覺 加上弄了這個浸 就很快有BB 還有每天最好念一百零八次 南無觀世恩菩薩 南無觀世恩菩薩 就會容易有BB 今年有一個是非位 就是東南位 那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公司 或者是家 你經常坐在東南無 你都很容易惹到是非 還有官非的 那在東南無 你要化解 就可以擺一張紅色的地毯 化解了這個是非的問題 還有 如果你是很容易惹到是非的人 那你今年盡量少些說話 還有 找一些運是好的人 和他做朋友 那補回你的運 還有最好 家裏可能擺一下能量塔 改變一下磁場 和改變你本身的 本身裡面是非的問題 可以擺在你做事的位置那裏 還有如果是容易犯是非的人 平時多些念一下經 可以念南無觀世恩菩薩 其實每一次是非都是因為自己說話說得多 少說話 避免是非最好的方法 另外 今年有一個破財的位置 大家都要留意的 東北位是今年很容易破財 如果你坐在那裏 或者是躺在那裏的話 今年很容易破財 不論是投資 還是你做事 你就會覺得財物很差 如果是容易破財的位置 當然你不要坐在那裏 還有要做補財庫 如果破財那一年 你是不斷的漏財 你一定要補回財庫 補回財庫 漏了那些財 令到你的收支可以平衡 令到整體運氣會平衡 補財庫就要找師傅做 令到財運好些 然後也要多些細齋 多些做善事 還有多些布施 布施都越多 種了些善恩 令到財庫越來越好 另外 今年有一個桃花尾就是西蘭尾 西蘭尾就是今年的女士們 今年桃花比較旺 因為西蘭尾是昏尾 昏掛 所以今年普遍來說 女士的桃花運比過往更旺 所以今年如果做女人生意 今年特別好做 因為本身桃花旺 西蘭尾怎樣吹動呢 西蘭尾一定要見到水 最好擺一個水輪 轉水的水輪 24小時不停轉 可以令到財運非常之好 還有轉水輪旁邊 再放一勺錢 多些招花錢回來 還有再放一個鮮花 錢要回來了 桃花要回來了 人緣要回來了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方位